態度不佳入住實業主 你還張馬馬 唉唷 我是古阿牧 我們現在在台中 預計今天晚上會在日月潭住宿 但我們還沒訂房間 你知道嗎就是 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現在要準備開始訂 那我就想說 平常大家都住一些比較高級的 好像也沒什麼好拍的 大家都看膩 所以我們今天來搜尋Google上面 我待會就搜尋日月潭住宿 我們就挑一個評分最低的 Google可以評分嘛 挑評分最低的去住住看 他評分的時候大家會講評論 我們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如評論所說 這麼爛 如果他沒有那麼爛 搞不好我可以幫他平復一下 對不對 幫他加一點分 如果他真的這麼爛 那我們就 順便幹爆他也是順理成章的嘛 都是評論說的啦 不是我們說的 日月潭 最差 什麼最差是住宿 住宿 總共有145間 最高 我現在選評分最高 所以評分最高最上面的 比如說像他說 日月潭漸層民宿評分最高4.9 這個我們就不住 要到最後 看看評價最差的 3.6 3.5 這最爛可以多爛 2.2 沒了最後一頁 大君收一下 我們check一下 是不是兩隻手機收出來都這樣 我現在收日月潭住宿 評分排序 評分最低的是日月潭 潭香時尚旅店 水色碼頭2.2分 一個晚上是900 對 一樣 對我們收出來評分最低的都是 日月潭潭香時尚旅店 等一下點進去嘛 我們簡單看一下他有那個評論 657則評論 一來到所謂的飯店 其實在門口我就很後悔了 浴室洗臉盆是上面用水下面漏水 房間撿漏擦座外漏 呦 有押韻喔 房間跟照片差很大 被子一蓋上去馬上橫養 還有不明毛髮 圖文不符 髒亂不堪 房間是違髒 真的還假的這個指控很嚴重喔 蠻多都說照片跟實際不符 照片實際不符這個應該都很常見啦 主要是看起來大家都是嫌他老舊髒 毛髮 待會我們也去嘗嘗看是否有毛髮 我皮膚最敏感 想看看就知道有沒有感覺 服務態度恐怖的要死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贏價真的很差 我們現在就打電話去訂這一間 在掛我電話 那你再打一次是怎樣 你好 你好請問是檀江時... 喂你好 你好請問是檀江時尚旅館嗎 是 請問我想要訂一下房間 你今天有房間嗎 我們六個 六個可以喔 好 可以附線嗎 沒有我們都留信用卡號咧 卡號而已嗎 對阿信用卡號 跟有限連日啊 那卡號會先刷一半啊 他要先刷 好我們確認一下再打給你 謝謝 怎麼那麼奇怪 一般是這樣嗎 不是啊 沒有 有會這樣的啦 但是那個要透過我阿公打 我給他 我不敢給耶 他剛好給好了 我也想說我們等一下去看看 能不能用訂房網信到這邊 訂房網是賣光的 售完 我上次就這樣子給 我一直被刀刷好幾千塊 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後面才知道 我已經被刀刷了幾萬塊 我們現在打電話 問老闆可不可以用匯款的 不是我手機問題喔 為什麼他要一直掛斷啊 還是要電話壞掉 喂 你好 你好老闆 我們剛剛打電話過來訂房 我想問我可不可以匯款 你有匯款帳號嗎 我現在直接匯給你 好 郵局代碼 700 700 郵局代碼 好 那我會玩我跟你聯絡 除了剛剛一開始 電話一直斷掉之外 其他看起來好像 也還好 還蠻正常的啦 只是他一開始叫人家 直接給信用卡這些有點 怪怪的 會使人抗拒 對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 Let's go 出發 試試看他是不是真的這麼負評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剛剛那個 檀香 對 檀香度假爐店 因為現在蠻晚的 所以我們講話就小聲 我們剛出發時有看到一條評論 有一個人說 一來到所謂的飯店 其實在門口我就很後悔了 還有讓你更後悔的 就是 對 對 我覺得 以檀香的門口看起來還好喔 畢竟人家還有招牌燈 好 那我們現在就 我們會假裝 就是要進去住宿 對 我們真的要進去住宿啊靠 只是這個設備 我們就是假裝要帶進去 不會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在錄影 然後拍攝那個我們入住的過程 對 GO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三樓 三樓對不對 好 Go 電梯也很亮啊 電梯也很亮啊 那個老闆的態度你覺得怎麼樣 就一般人類 沒什麼交集 要怎麼樣感受到他 人很糟 305 也有人說他 老闆人不錯啊 冰陽路沒有要開笑是不是 就是剛好燈在閃而已 那我們走進去看一下 看看這間2500的六人房怎麼樣 好 我們現在已經成功入住了 我們來簡單看一下剛剛評論 反正我們來大概看一下 跟評論裡面說的一不一樣 先講比較明確的 有人說他的冰箱是壞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間啦 但我們也看一下這一間的冰箱 這邊上面 這個冰箱門怎麼好像快閃掉了 你看 他沒有開耶 那這冰箱 他有插電嗎 有插電啊 有插電啊 那我在想說也有可能這個冰箱是 裝飾品啦 那裝飾品本來就不會有功能嘛 對不對 然後有人說什麼 房間撿肉 我自己覺得就是一般 你大部分住小民宿小旅館 應該就差不多是這樣吧 然後插座外露 這樣算插座外露嗎 算啦 因為很多人家裡應該都是這樣吧 就是幹線隨便接 反正有電就行 沒那麼漂亮 對 沒有整理過 對 就還有評論提到說 明明感覺是四人房 硬是要多加一張床變成六人房 是蠻小的沒錯啦 但六個人這樣睡 也是蠻溫心的就是了 有蠻多評論都提到說 有美味 沒有特別的感覺 我覺得 才剛好覺得咧 美味 地質應該都有點超濕 裡面有必愛 可能因為我住過更垃圾的 所以我就覺得它沒有那麼垃圾 雖然它是整個這個地方 我們搜尋日月潭住宿 它是整個地方評價最爛的 2.2分嗎 對2.2 能不能平到2.2分不容易耶 也是蠻高的 蠻厲害的 毛巾是真的看起來黑黑的啦 可是這就是彩腳布嗎 這是彩腳布吧 這是彩腳布啦 然後毛巾的話 幹什麼跟我在家洗澡的蠻像的 我相信它有洗過 也有可能它的味道 是剛剛大君說的消毒水的味道 不是我會想要拿起來擦 我的body和我的臉的毛巾 是不是在擦車的 我不知道 這樣不代表不能立場 我簡單解釋一下 沒有要幫它說話 可是它在市區耶 而且所以算中央吧 有它的方便性啊 因為像我家 我是在鄰森北裡面 這裡很方便 可是方便的地方也有一些代價 房子老舊 然後因為客人多嘛 它不太容易毒根 也會有老舊房子的味道 可是它方便啊 我家下面好幾家全家 好幾家Saven 一杯好幾 就是有好有壞你知道嗎 水杯拿起來有茶 這杯子我猜應該住宿的人也都沒有用 所以那個味道就是 很久沒有人用過的味道 蠻黑的 一般出去住宿 小魚館小飯店都不太推薦你 使用他們的 這種 這是什麼 這是保養杯 保養杯 因為有人會用熱水瓶來洗東西 你知道嗎 你怎麼那麼熟 你會啊 你怎麼那麼熟 你不會 新聞有說 你會拿杯子 我覺得很多人 抱怨的一個點是 跟照片落差很大 我覺得他們可能是抱著很高的期望過來 但是 CP值很高那種的 這不就一般價格嗎 六人房2500很一般吧 我是覺得 也不用太期待啦 對啦 網美都會騙人了 只能靠近半天 網美有沒有騙人我不知道 剛剛是摺什麼的樣子 對我沒有 你們他媽的每次都亂幹一通 然後都我背黑鍋 我們把冷氣開起來吹一下吧 很臭嗎 就我奶奶加冷氣的味道 就是老舊的味道 我目前還沒有看到蟑螂 但是這種環境的確 有蠻高的紀錄會看到蟑螂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我只是說有人說有看到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抱怨的點是說隔音很差 這感覺也是木板啊 對啊 這樣沒什麼隔音 所以你不能在這裡 得坡 對你的那個 的聲音可能會傳出去 又有人抱怨說什麼 標示錯誤根本不在湖邊 所以它應該是網上的資訊跟現實 真的落差太大了 就是你不能用照片嘛 對不對 浴室的熱水忽冷忽熱 OK 我們現場測試 洗澡洗一下看看 是不是真的忽冷忽熱 就算這一間忽冷忽熱也不代表它全部忽冷忽熱吧 對不對 哇 這個評論很兇 老闆請早點到點良心快關門 沒看過這麼爛的 實際上提供另一間衛生機擦蚊蟲 集多的房間 如果我進來的當下 我看到蟑螂跟蚊 就是蚊子或蒼蠅 我應該會馬上上去給他一新評論 那我們目前進來是沒有看到 好那我們現在欣賞一下廁所 它這裡也蠻小的 其實就是老舊而已啦 我沒有覺得說到爛 這比很多公車乾淨很多啊 也是齁 這個要花錢 我這樣永久不客觀了 反正大家欣賞一下嘛 爛不爛 我覺得見仁盡智啦 態度不佳 入住實業主 幹你 你還蟑螂 欸 蟑螂出現了 蟑螂出現了 大隻嗎 蠻大隻的 哇操 他媽的他的虛還在動 又給一新評論了 又給一新評論了 對 我剛出現了 對 我剛出現了 對 我剛出現了 媽的我以為他會飛啊 我以為 他掉下來 雖然他是小隻的 但他會飛還是很尷尬耶 那要是飛到我頭上 那我這集節目可能就要重視囉 好的 可以了 這位先生你這樣很特寫很久 你不要記憶他 你不要記憶他 再來是吹風機 因為很老舊 它有那種要燒焦的味道 你聞 而且這個速度快閃了 很螺子沒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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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杯 靠杯啊 有一點小落電 媽的不要玩了 小心啊 我的手是乾的 那各位不要用濕的手去摸電器 我不曉得你要再拿拿看嗎 沒關係 搞不好只是我不小心被電纖皮刮到 對 或禁電 可是我怕拿了消耗龍 不會 我幫你顧著蟑螂 你拿了 沒關係沒關係 我家是病人 怎麼滑滑的 那我們待會是不是要洗個澡 測試一下會不會淹水 啊 其實你們應該要看大軍洗澡 他身材比較好 他身材比較好 我可以負責體驗拉屎 我跟你講我有一個習慣 就我每到任何一個地方 就算是別人家 對 我都會拉一泡屎 我上次去催眠老師家 我也拉了一泡屎 但我當然不會特別跟老師說 我在老師家拉屎 客戶這個你會申請嗎 你剛剛花了2,500 他誰訂 如果是大軍訂我就會想說 算了挺捷減的 如果是家高的定牌 我就更加定的傻俠 問題就是 他的廁所對著房間的門 房間的門也對著著著的禁止 你還講究風水喔 當蟲是嗎 那被子跟床鋪的話 哎呦呦呦 哎呦呦 靠腰喔 這個被子沒有 有鞋啊 有鞋 看錯了我也是有鞋 想不大掉 床單看起來還算是白的啦 也沒有太大問題 這裡有一個鞋印 不曉得誰的鞋印 還有鞋印 好軟喔 不是他這個軟是隧道爛掉 沒有彈性的那種吧 對沒有支撐 但電視看起來蠻新的啦 可以看 沒有問題 電視沒有問題 我現在這樣子看 排水孔應該是沒問題的 欸我真的有住過 那個排水孔完全就是堵到爛 就是你要邊洗澡 腳邊泡你的洗澡水 他如果可以稍微認真一點打掃 我覺得他所有的負貧都會消失耶 當然啦我覺得對很常 在外面住宿 然後三四星級那種 一般真正的酒店 那你應該會很住不習慣這種地方 不會忽冷忽熱 對我來講一個廁所不會淹水 熱水穩定 就沒有問題了 給過 我主動訂飯店 我不會訂這裡 欸可是六人房2500這個價格 一個人才四百塊而已啊 他唯一的敗筆 就這隻小蟑螂對不對 我看你洗得很爽 我從頭到尾都洗了 除了頭以外 因為剛剛你那個會墊 所以我就沒有洗 哈哈哈哈 我本來差點頭要洗 不是 我是不太想試啦 但搞不好像家高說的 可是我剛剛把身體洗澡 我聞到這個預警 確實有點反感 那你不要用我拿下來吧 那我們這樣驗證完 Google評價本身是 滿分15顆星 對 我們找的這間最爛的是2.2 所以你這樣子簡單的體驗 你覺得是你會給幾顆星 2.5 但可能因為他又便宜 我剛剛正常情況下 我覺得我是會給三顆星 就是一般 但那隻蟑螂可能要扣0.5 你放的那個蟑螂吃了藥 自己會出去死掉的都好吧 就他這個一切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一場大掃除 2500的大掃除就搞定了 可以找我中介 但我一直覺得這個應該會很丟 哪個就這張張椅子 我看的有點討厭 就不知道到底是為什麼慌成這樣 就可能是不是有人在室內吸眼 那老闆的年紀感覺是不會看到我們的影片 那假設老闆看到影片的話 可以考慮把這張爛道發黃的 不曉得是椅子還是什麼給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你看嘛我們難得來到日月潭 都體驗了分數最低的 評價最低的飯店 應該要去體驗一下環境高的 那我們分工合作 你們在這邊體驗睡一晚 平價低的飯店 大概是什麼感覺 明天早上寫一篇 八百字心得給我 然後我跟大君去體驗平價高的 怎麼樣OK吧 等一下我們先拉個屎 OKOK 各位我跟你說 就是剛剛那個房間 因為有蟑螂 就是太不優了 畢竟我找大君出來玩 不好意思讓他睡那種房間 所以我剛有較加高額外再訂了一間 這個是日月潭一個 四點多分評價的飯店 叫栗三菱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這裡的環境 現在有點暗了 我明天早上會再補拍一下 他的大廳有燈籠 然後全部都是檜木裝潢 這個地板的瓷磚也都是乾乾淨淨的 你知道嗎 環境如此優美 而且我跟你講喔 這個門一打開 全部都是檜木香的味道 都是媽咪的味道 你看廁所 幹這才是忍住的地方 對不起 大君一進來就躺平了 舒服耶 好 先這樣先休息 太累了 明天見 掰 早安 怎麼樣 你們昨天那裡睡得如何 好 那我來分享一下我們這裡這個 看起來環境很優雅的地方睡起來如何 我們這裡是栗三菱嘛 在分享之前大家先了解一件事情 昨天我們去訂的這個 Google評分2.2分的 檀香時尚旅店 你訂一個六人房一個晚上的價格是2500 那我們來這裡因為已經很晚了 只有訂到雙人房 所以我們直接用雙人房做對比喔 住到什麼就講什麼 它這裡一個晚上是4200 如果同樣住六個人 你要訂三間是12600 12600扣2500 我們就當價差是1萬就好 所以我接下來講所有內容 你要在這個前提上去做一個考量 它價格差1萬 你如果玩一個四天三夜都在這裡玩 就差3萬塊 當然舒適度可能會差很多啦 只是你價格還是要放上去看 這裡我昨天一走進來有一個讓我很興奮的地方 它這個整個房間應該都是用檜木去拼的 所以它那個檜木箱味道很重 檜木箱你們聞起來怎樣 我個人覺得檜木箱聞起來是一種會讓人很舒適 心情很愉悅的一種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很棒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廁所 已經被使用過了啦 我覺得廁所石磚是新的這件事情 可能會讓人進來廁所的第一個感受差蠻多的 畢竟都是新裝修過的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用起來很舒服 然後免治馬桶 我一樣在這裡拿來毛巾 然後毛巾我們是有用啦 因為可能明亮吧 然後毛巾看起來至少是白色的 所以我還是有擦頭擦身體 不像昨天那裡 黃黃的我就不太敢用 有一個東西值得稱讚一下 牙刷 我跟你說你不要小看牙刷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也沒幾塊錢吧 可是有的飯店它提供那種牙刷你知道嗎 會邊刷邊掉毛 我記得有一次我睡到一個 然後它那個毛掉下來之後 就卡到喉嚨 超像魚刺卡進去的 所以牙刷這件事情很重要 牙刷沒有掉毛了 吹風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我們絕天沒有時間泡它的浴缸 我覺得因為新啦 所以整體上 東西用起來都沒有什麼問題 也是蠻舒服的 然後淋浴間 也不會淹水不會漏水 熱水氣也都很OK 可是啊有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你聽那個聲音 聽起來沒什麼問題對不對 但我們睡覺的時候 隔壁做這個動作 我們聽得一清二楚 不曉得是加壓馬達聲音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知道隔壁在用熱水了 應該是隔壁這一間 好我們出去看一下 這裡有咖啡機 讓我們沒有用 然後它的熱水壺 一樣沒有特別讓我有想用的感覺 我一般真的只有 看起來非常乾淨 或者是我感受上 自以為它是趨近於新的熱水壺 我才會用 它還是有一點小剝落 冰箱在這裡 冰箱也是很OK的冰箱 也不像昨天有什麼怪味或脫落 而且是可以使用的 裡面還有飲料可以喝 電視也沒什麼問題 我們昨天看了一下 但同樣的有剛剛那個小問題 隔壁的電視開很大聲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聽到一絲絲的那種 就是你知道它在開電視大概是這樣 昨天隔壁有大概兩三點的時候 突然有講話很大聲 我有爬起來這樣聽了一下 沒有到很清楚 可是就知道他們可能在對話說 你怎麼樣怎麼樣 我怎麼樣怎麼樣 大概是這樣 環境不錯 就是隔音如果再講話一下就更好 可是會不會因為它都是用塊木去搭的 畢竟是木頭嘛 隔音有限 所有的事情 有好的一面就會有壞的一面 對吧 如果我一直跟你說這個飯店多好多好多好 聽起來也不太可能 再來看一下窗戶 哇天氣看起來超好的 欸你說我這樣看到外面 外面看得到我們嗎 那對就是如果你在窗口 的時候可能這個要拉一下 不然我們問一下睡得很爽的大君 欸大君 啊床啦床睡起來怎麼樣 喔床舒服 這個適中待滿 跟那個2.2分的飯店比起來 昨天那2.2也沒有床吧 那一躺下去就是要屁板 被子床單枕頭也都很整潔 我還蠻中式枕頭 這個枕頭算是蠻好躺的 我大概躺了5分鐘睡著 其實我覺得正常情況下應該是30秒 但昨天我一直在偷聽兩邊的聲音 我這個人很注重安靜 你們昨天睡那個檀香時尚旅館吧 你覺得安靜嗎 所以我們也很快就睡著了 我對於這種聲音比較沒有這麼無感 昨天那間檀香時尚旅館 如果它真的是安靜的 我們假設它沒有人去住 大家看到它Google評分 可能就不去住了 那沒有人住就很安靜 小翔也不會發出聲音 然後我們昨天在那裡測 它冷氣打開的時候也沒有聲音 所以除了床很爛這件事情之外 如果你很累 你躺下去就睡著也不會被吵到 老實說昨天那個也是堪用的 至少我在那邊沒有聽到 隔壁有什麼加壓馬達 或講話聲音 這邊也沒有到一直有啦 但是它的棉被有個味道 這棉被好香喔 因為昨天它那個就是老舊啊 它再怎麼樣都會有老舊的味道 這就是六個人一起出 有一個晚上一萬塊的差距 老舊一點我覺得也不過分 所以你整體這樣子一起去看完之後 最後一個評分 我昨天是給 寒香時尚旅館2.5顆星嘛 斷不得不說啦 有比較才看得出差距 我先說我個人 我可能會對昨天那間做一點修正 可能會降到2分左右 但這一間呢 我覺得我大概也是給 4顆星左右 保留的1分 畢竟相信大家還是有住過 可能CP值更好的地方 這間也沒什麼好挑剔啦 我昨天睡得蠻舒服的 硬要講我個人給它的小建議就只有 隔音這個東西要怎麼樣簡單的改善 這邊的話我覺得我給4.2吧 0.2我要講那台地板 我還蠻注重地板 像這種天冷 地板這種毛毯就很舒服 但昨天那個 檀香時尚旅館 它的那個塑膠地板有剖落 就是要掉不掉的那種 那個我一看就不想踩 我覺得價錢可能要分開去 可是我覺得價格應該也是屬於 整體的一環耶 我們先出來住一個地方 對它的評價一定是 包含全方位 對最終做一個總結啊 你如果價格拿開來看 那快要我去住一碗10萬塊的 那牆上還像小鑽石 評分都爆表了5000分 不可能嘛 我們還是會去看這個價格 然後它有沒有提供對應的感受 如果我一次要訂三天 我個人的金具考量 整體下來去看的話 會訂這裡 因為舒適 可是如果我只是過度 我明天就換景點了 我們只在這裡待一個晚上 省育算的情況下 可能要訂昨天那個喔 那四天三夜差3萬耶 3萬耶 3萬可以幹什麼你知道嗎 前面買一次iPhone耶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一個晚上 一次住兩間 評價最差跟還不錯的旅館之後 做一個對比的總結評分 那就吃早餐 對吃早餐 下時間掰 掰掰 我跟你說 剛好我們不是憑這個 憑時過來的栗山林 我是憑4分 憑4.2分 我跟你講 一來餐廳 我直接加0.5分 我跟你講這個餐廳有多厲害 不是業配喔 我只是被它的那個明亮感嚇到 你一走下來 然後它有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然後大家會坐在落地窗前 看著日月潭吃飯 這樣有沒有 你會在日月潭前面吃飯喔 加0.5分